我想大家看新聞都知道 9月1日台灣金門守軍將中共無人機擊落 擊落之前這個叫做 中共喉舌這個叫嘴炮王胡錫進就說 就說如果你台灣守軍敢擊落中共的無人機 中共方面就說會回擊的 9月1日台灣守軍真的將你的無人機打下來之後 真的這些叫打飛機 這個叫中共一向都打飛機 這個叫做嘴炮王胡錫進就改了 他說什麼呢? 他就說 近日、近期 飛去金門那些無人機不是軍用的 是民間用的無人機 就說是廈門那些叫民間無人機的愛好者做的 大家都知道這個金門是軍事重地 怎麼可能有民間的無人機 在這個軍事要塞陣地那裡飛來飛去呢 你見到這些無人機這樣飛 在中共裏面 有些無人機飛到中共裏面的軍營上空 都會被擊落的 甚至你看回那時候 那些水災在中國裏面有人拍 用無人機 用這些航拍機拍 拍完之後都會被中共公安拉人封舖的 很明顯這個金門就不是普通地方 那些很明顯這些非有金門那些無人機 就是軍方的無人機來的 現在被人打落了 你又說是民用 那就是等於你是沒有用 那看回那現在這個叫做台灣守軍擊落這個中共的無人機 是可以起到一些叫震懾作用的 那你看看這裏日期 就8月28號 那很明顯這裏台海中線 那中線之中 看到這條綠色線 這條綠色線 就是這個叫做無直十 這個無直十 中共號稱這個直升機是可以隱形的 這個隱形直升機 不是一個隱形直升機 就被台灣的雷達經常檢查出來的 那去到8月29號 那看到中間之中的 這個台海中線就沒有了 那在兩側的 那去到8月30號 那看到這邊 除了這裏 即是有兩架 這個叫做 蘇三十之外 那基本上都在這邊 即是去到之前那個位 西南防空識別區 那都是一樣 去到這裏 西南防空識別區 8月31號 那去到9月1號 即是說這個金門守軍 擊落這叫做 中共的無人機支 改過日子 那你見到這裏 也都特別西南這裏 是很多這些中共的 即是那些蚊在那裡飛 9月2號 就是西南這個位置 去到9月3號 這裏 這個位置 都是西南 有兩架 纖十 這裏 這裏有兩架 在這裏有輪八 反潛 大很多而已 那你見到 那他那些中共軍機 呢 血統呢 就來自這個叫蘇俄 那大家都知道蘇俄的那些 戰機飛上天空一轉,落地起碼要休息,都不知幾多轉 起碼飛一腳,在上空飛一個圈 最少都要在地下維修,要一個多兩個星期 見到中共已經有心無力了 甚至台灣守軍在金門擊落無人機之後 這是中共開始搖底的表徵 嘴炮王、胡錫進,之前經常說 會將這些中共戰機飛去台灣本土的上空 現在台灣守軍在金門擊落無人機 即是忍無可忍 你看看中共的戰機飛到台灣本土 台灣都會擊落戰機 不奇怪的 因為現在台灣海峽雙方面 即是中共在撩台灣 台灣方面守 其實雙方都很守緊 甚至雙方都很容易 你想啊,日本台灣的地對飛雙與飛雙 大概就反而就去 你看回中共的這些軍機制 America 也是台灣的地對飛雙射程 extreme 台灣之前都說明,會用這些地面的火候雷達 鎖死你的戰機裡面,那盞燈不斷響 會不會令你精神壓力緊張,我說中共的機師 這些機器會不會互相相撞,不出奇 甚至台灣會不會按地道空飛彈追上去,也不出奇 因為你看到現在的情況,台灣海洋肯定很容易殺傷走火 假設中共在台海中線之中飛很多架戰機飛 亦都令到台灣方面大為緊張之際 如果這樣飛,它會意識到你是不是攻打台灣 就說在台中線,如果這麼多這些戰機飛 台灣的地東空飛彈都會把這些戰機擊落,也不出奇 假設間,如果這個叫做中共的戰機被台灣的地東空飛彈擊落之後 那有什麼結果呢? 是不是這個中共的嘴巴胡錫進這樣說,是有一個回擊呢? 是怎樣回擊法呢? 我都幾肯定的,就是中共會怎樣做呢? 中共只會封網,封網的意思 你想想現在網絡發達嘛 如果這個中共戰機被台灣方便擊落之後 很快就會出這些消息的嘛 出這些消息在中共的網絡上 中國的網民就會互相傳達這些消息的嘛 傳達這些消息的,中共肯定要封網啦 甚至誰說這件事呢,就要禁聲 禁聲不止就要拉人啦,拉人封艇啦 所以最終來講,中共現在看到了 就是台灣在金門擊落這個無人機之後 看到中共在這個叫做嘴炮 兼實際行動都開始搖底的 個人意見,獨立思考講完